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为了催出国旅商机 交通部观光署寄出辅导旅行业者 办理银法族旅游 还有无障碍旅游两项补助要点 针对团体旅游给予补助 其中银法族旅客 每人每天最高补助500元 每团最高补助15000元 身杖族群的部分 每人一天呢 两日游以上的话 是最高补助一天1500元 必要陪伴者一同出游 每人每天最高500元补助 明年元旦开始 受离旅行业者申请 搭乘阿里山小火车 来趟放松森林域 看卷接下来的国旅热度 观光署寄出 银法族与伸仗族群 国内团体旅游旅行社补助 只要旅行社办理6人以上 国内团体旅游 其中65岁以上的旅客人数 达全团1分之1 旅游天数在两天一夜以上 这样的团体行程 每位银法族旅客 每日最高补助500元 每团最高补助15000元 明年元旦开始受离旅行社申请 那民众就可以讲到 因为我是65岁以上的银法族 我这团肥你要直接退给我 那你要去报 让你旅行社去报 旅行社业者表示 以往补助政策一出 可态动约一到两成 银法族来客量 然银法客群也刚好填补 元旦到农历春节期间 旅行业的空窗期 有时间啊 还有手头比较宽裕的 基本上也是家里中的长辈居多 我看很多的旅行社都开始在规划行程 展花的季节也到了 还有台湾有很多的泡温泉的地方啊 这种询问度都是蛮高的 不止银法族补助 为了刺激生障族群出游意愿 明年元旦起 旅行社只要办理国内团体旅游 其中生障人士旅客 达三人以上 也有一日游和二日游的补助 就连陪伴者每天也有补助费用 其中若有听障 语障 多重障碍旅客达两人以上 还额外给予 聘请手语翻译员补助 每团最高五万元 针对特定族群 祭出多重补助措施 期盼能催出另一波 不一样的国旅商机 这讲是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